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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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 5月30日早上時間 跟大家繼續跟進內地經濟問題 記得各位DiPad 自己和各位聽眾繼續支持我們 剛剛傳出 日前 國家統計局就說 根據群眾舉報 當局執法檢查組 分別在2020年和21年 在河北省的 迎台市 河南省的招作市 和貴州省的不哲市 以及安順市 有關的園區 進行了統計執法檢查 發現存在不同程度的統計 違法問題 合共126名官員 接受黨紀政務處分 和組織處理 合共116間提供不真實 統計資料的違法企業 是要接受行政處罰的 統計局就說 會對統計造假 用虛作假的行為 始終堅持重壓制 強高壓 掌震懾 這些操作 發言一宗就查處一宗 絕不姑息地說 大家也知道 這次事件 涉及三個省 四個市 包括企業提供 一些虛假數據 官員協助造假 在內地來說 其實也不是什麼秘密 在內地 統計數據 一向是備受質疑 否則 國務院總理李一強 就不會自行去尋找一些經濟指標 譬如 鐵路貨運量 用電量 銀行貸款的發放量 因為他在遼良省 做省委書記的時候 就是 沒辦法 要靠自己去看實際經濟形勢 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 東三省 在過去來說 這個造假也是層出不窮 不僅僅是企業 而經濟方面 亦都出現過 這些所謂的擠水份的情況 而中國幾個省份 也都在2017年 2018年開始 大幅度擠水份 而人民日報旗下的 微信公眾號 這個合客島 也都估計過 遼寧部分 原區過去的數據 至少有2-30%的水份 也都曾經有遼寧官員 對媒體說 不是這樣說 經濟資料之上 前一任劃了一個巨大的坑 而且欠了很多巨額的債務 遼寧現在不是在平地建樓 而是在坑底爬坡 其實 絕對不是新聞 我們現在看回這些 舊故事 所以 統計局 現在只是針對三個省 都不是很發達的省份 都是產煤 製造業 貴州 河南 等等 去查處這些所謂 統計的亂象 裡面其實涉及的相關問題 只是冰山一角 現在說到絕不姑息 其實也是有些可笑的 各統局就說 他們的調查發現 刑台市內優園 圓橋西區和南和區部分 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統計數據失實 內優園和南和區部分 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 統計數據嚴重失實 圓橋西區部分 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企業 統計數據嚴重失實 而河南省招作市的 所謂母涉園 博外園 溫園 國統局都在 20年7月20日到28日 展開統計的 執法檢查 發現部分 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限額以上的批發和零售企業 以及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 統計數據嚴重失實 河南省對38名責任人 給予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 當然大家可以想像會包括所謂警告 警告了事 訓斥 另外22間違法企業作出行政處法 同時統計局也對貴州省 北截市的職金園 金沙園和安順市的平霸區 普定園進行統計執法檢查 發現有關園區非一套表的 勞動工資統計 部分樣本和單位統計數據失實 部分限額以上的批發和零售企業的統計數據失實 貴州省已經對22名的證明人 給予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 另外30間違法企業作出行政處法 亦都說大家要吸取教訓 在這些地區違法的統計案件裏 亦都要嚴格遵守統計法規和法律 堅決執行國家統計政令 確保統計機構和統計人員 依法獨立行使統計調查 統計報告和統計監督職權 維護統計數據的質量 說話是非常動聽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日前文聰港股機也有提及過 華爾街日報方面也曾經有報道提及 現在關於疫情之下封城封散 隨便封控之下 令到中國經濟急劇下跌 而中國裏面也有部分的高級官員 開始都是懷疑統計局的數據 而是需要依循自己的一些網絡 去跟企業家去把密 去掌握實際的中國經濟情況 所以中國的統計是一個系統性存有水分 或者造假的問題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這已經積存相當長的時間 而譬如我們剛剛先說完 在幾個省份 其實2017、2018年才叫做 擠完所謂的水分 但是其實去到今時今日 這樣的問題似乎都沒有什麼改變 我們先看看當時這些水分問題的官媒解讀 因為當時這個合客島 發表過文章評論 提及要打擊地方數據造假 去擠水分 合客島說 為什麼官方這麼多年都難以根治數據造假呢? 例如在2017年12月內地審計署公佈 4個省份10個市員虛增財政收入 達到15.5億人民幣 如果認真去查核幾年 過去的國省市的GDP 它的總和總增速也屢屢超過全國的GDP 這個也是過去經常被人救病的 因為全國省市他們交出來的增速是高於全國的 原因在哪裡呢? 即官媒合客島就說 數位出官官出數字 官員為求政績而弄虛作假 這個不難理解 但是為什麼他們有機會上下其手呢? 原來地方政府統計部門人士、財政和物資 都是由國級地方政府管理的 國家統計局只是給業務指導 致使地方幹部可以下達指標 或者威迫統計部門或者企業配合造假 流風所及甚至國家統計局也不能恨免 例如中央巡視組在2016年1月底批評國家統計局 有的領導幹部以掃謀私搞權力尋租 所以這個不單止是我們剛剛提及的 三個省的過百間企業的問題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你針對這些企業 現在就去要求 譬如那個省去行政處罰企業 或者去訓斥、警告官員 但是核心的問題其實是直達這個中庭 就是說是全國都存有這個系統性問題 當你那個省是可以指揮 包括統計局包括相關的統計數字和官員的情況之下 這些問題當然是沒有辦法解決 現在你罰就是找些替罪羊 他們接收上面的指令去滿足這些所謂的交數 但是問題就是你這樣洗完一輪 現在你還說是抽查出來的 如果抽查不到 如果涉及一些非常之敏感 或者牽連過大的一些地方 你認為呢 官方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或者國統局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去所謂懲罰呢 或者公開呢 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了 合格島當年就說了 因為地方幹部有權 即使幾年前統計局進行所謂的直報系統 希望繞過地方政府由企業自己填補生產資料 結果發現地方幹部掌握系統帳戶和密碼 結果都是代他們填補 導致資料依然很差 另外內地統計法對於弄虛作假的處罰是比較寬鬆的 而合格島也說這些數據扭曲了地方的財政實況 埋下了債台高速的禍根 畢竟統計資料造假雖然看起來很美 其實對地方財政影響很大 地方公共預算收入高股 中央轉移支付就會減少 用來當地的財政支出也減少 而中央在2016年開始 雖然多管齊下 包括找中央深改組進行所謂的統計管理體制改革 亦都通過了一些準則 明文所謂嚴懲動虛作假隱瞞實情 但問題依然都是無解的 2017年 當年有一個很大的全國各個省份的 擠水份的情況 譬如內蒙這樣 核減了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2,900億元 佔全國內蒙省的工業增加值的40% 之後天津將2017年預期一萬億的GDP 直接擠了三分之一 調整到6654億 其實2017年做過一次 大規模重整經濟數據 即所謂的水份 今年3月中旬 國家統計局仍然要向地方政府發出一份緊急通知 國統局對於1、2月份的統計數據審核過程中 發現部分地區部分企業數據出現異常波動 統計數據失增風險上升 要求重新核查 然後中紀委 諸國家法局一位紀檢監察組說 要研打統計數據的漏集 而亦都調研發言 少數地方通過數據打造發展假象 人為干預統計數據的方式和由名鑽暗 通過提醒打招呼的方式 受意在統計數據上做文章 所以2017、2018年大規模全國做了一輪 擠了一輪水份 數據上都要重新反應 當時引起市場很大的震盪 到今年 現在又說要罰了 都是罰2020年和21年的三個省 四個市裡面的一些不是一線 或者是全國重點的一些 縣市的情況 喂 但是今年 國統局也好 中紀委也好 現在都是說 數據都是有問題 而現在正正就是因為全國封城封散 經濟大幅放緩 而這個嚴重放緩 就很難在統計數據上反映 亦都意味著中央對於掌握真實的經濟情況 是被這些數據所擾亂 被這些數據沒有辦法準確地掌握 當然 為什麼要去到 譬如 那天被告要說 高級的官員 當中我們相信 李克強一定是其中 因為 他最近都要召開十萬人大會 正正反映了 他似乎經過了他 譬如 他用那些什麼 黑強經濟數據 這些所謂的經濟指標等等 可能他自己把脈之後 發現中國經濟真是很無敵 你想想 國統局公佈的一二月份的經濟數據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固定資產投資 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 分別都是高於市場 預期超過一倍的 例如7.5% 12.2% 6.7% 全部很帥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你就是被中共的最高層認為 甚至習主席認為 中國的底子很厲害 潛力很厲害 所以 就有能力應對這個 風城風散帶來的經濟衝擊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連一些 本來是公開的經濟數字 現在都掩蓋了 包括貨運物流數據 現在就不讓一般公眾很容易查核 是需要註冊了 因為就是外界 包括一些投資者 券商的經濟師 就是用這些物流數據 去掌握 封控之下的實際經濟打擊 現在呢 北京根本也不想外界知道 是不是 所以究竟 是個別省市的一個問題 還是好像去年 《金融時報》出先已經爆了 內地的人口應該倒退 49年以來首次倒退 但是北京方面 到最後 壓了幾個月之後 數據之後 就公佈了一個 營營人 增長的情況 一方面 你就說要打架 一方面 就說要去地方 統計局等等 都要嚴肅地處理這些數字 但另一方面 北京又不想外界知道實際的表現 包括出身屬於人口實際的增長情況 貨運量 能夠被外界掌握中國的密搏的 又不想你知道 所以 究竟 這個所謂的統計造假 是否真的可以通過 中紀委 特益檢查巡視 訓斥 可以解決 還是事實上是一個 深入骨髓的結構性問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